一方背後面臨的一個景象 就是行政院以及在立法院的國民黨的黨團 威脅著要將這個服貿協議的審查 說要自動生效 再不然就要禁負二賭 再不然就是要透過程序的一些操作 直接把這個協議拉出委員會 到院會去做這個直接的了決 那這樣的一個問題它凸顯的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目前立法院在審查相關的兩岸協議的時候 其實是欠缺法制化的制度化的一個保障 雖然立法院本來在憲法上就有權限 來審查這樣子的一個兩岸協議 但是卻面臨了 不管是行政院也好 或者是執政黨的多數黨團的這樣一個威脅 所以呢 我們要呼籲在制定這個 兩岸監督相關的法制化之前 我們其實 這樣的一個審查 其實都是一場鬧劇而已 那之所以呢 馬英九總統要要求說 必須要立即要讓這樣一個服貌生效 背後它所主張的就是說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那我們台灣會失信於國際 會失信於國際 但是如果真正翻開來看的話 從過去的ECFA到現在的這個服貿協議 其實從來從來我們的政府就沒有把相關的這個 簽署的結果來通知 沒有辦法獲得保障 所以我們同時也要求說 在這樣的一個立法監督的過程裡頭 必須要納入人權的要求 所以我們具體的要求就是 七成的民意要求 逐條逐項審查 裡頭應該要包含 人權的考量在內 九趴的總統不應該蠻幹 應該要先立法制定兩岸協定的一個監督的法制化 才來進行實質的審查 謝謝大家